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现在天气暖和了,我喜欢自己洗车 主要是去洗车店,还要排队等 还不如自己洗一下,就当健身了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的洗车流程和注意事项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洗车工具 这是便携洗车水枪 这里还有洗车液 这边是洗车海绵和洗车筋 下面讲一下洗车的流程和方法 第一步,用水冲洗车身 把车漆表面的杂质和灰尘冲走 需要注意的就是,按照从上到下的瞬息冲 不要上来就用高压水枪狂盆 第一遍把水枪压力调小,距离可以远一点 如果一开始就用高压水枪冲 灰尘颗粒就会在车漆表面做摩擦运动 容易产生划痕 第二步,用洗车液兑水 给车上泡沫 很多自己洗车的朋友 这一步就直接用洗车棉开始擦车了 这是错误的 这时测漆表面还有很多杂质 很容易划伤测漆 第二步应该用洗车液兑水 装在这个洗车枪的小壶里 然后给车身上一层泡沫 等三至五分钟 再用水箱冲干净 第三步,开始真正的洗车了 找一个桶 洗车液兑水 洗车液可以浓一些 然后用洗车棉 均匀的搓揉车身 不要用太大的力气 如果有杀力就会有划痕 像这种小黑点洗不掉 不要来回的搓 需要用除垢剂 第四步,用洗车水箱 把泡沫从上至下冲洗干净 然后用洗车筋擦干车身 现在车身外表就洗干净了 如果有条件 每次洗车后可以进行打蜡 可以更好的保护车漆 车内饰就比较简单了 把脚垫冲洗一下 车内用抹布擦一下就可以 我的车内饰我经常擦 基本上也不怎么涨 所以就是随时擦就行了 不用单独的洗车内饰 一般我去洗车的时候 我内饰都不用他们洗 内饰都是我自己擦 那下面我总结一下 一般情况下 一周洗一次车最好 洗车太便宜也不好 会加速漆慢氧化 如果刚下过雨 应该尽快洗车 雨水是弱酸性 对车漆还是有一定伤害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